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特朗普终于签了 这个 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了 这对于香港人 抗争了五个月来说 这个是 对他们来说 这个是绝对是让他们 热泪盈眶的 很值得的一件事 川普其实他不签的话 到了时间也是会自动生肖的 所以他不会做那个臭人的 签给大家就很紧张 为什么不签开始骂他 其实他会签的 他现在就是川普是个很狡猾的人 他就是 想说 我这边还有 我不签也自动生肖 在我没有签之前 我现在能跟中国签了这个协议 是最好的 他是鱼翅和熊掌都想兼得 他有点贪婪啊 但是这个中国也不傻呀 就不给他算他 就不签 就不签就签 最后呢 他一看也 大豆也卖不了 什么也卖不了 没戏了 请你大爷快签吧 签了以后呢 他就开始 现在好多人已经把数据都准备好了 数据就准备好了 就是这些在香港就是 包括这些警察触犯了法律的 该走哪条程序 走哪条程序 该制裁制裁 所以呢 这个包括英国 包括特别是英国 现在他们已经参与来制裁他们 一些人了 现在有些人 包括陈小春这样的啊 就是那个 胡奇叔这样的 他都得往台湾跑了 我不知道台湾能不能让这种争议性的人物 去啊 最后我都不了解他们的关系 最后那个网友说 他硬材是他老婆 嗯 那个可能他去 应该是不会拒绝他 嗯 反正是 挺复杂 就是他们都要跑 都说香港不能待 但是我发现香港啊 就是媒体报道的 曾经那些翠里瓦斯 他的确是恶尔瓦斯 他的确是对健康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呃 治癌是小事 关键是不孕不育 呃 那当 嗯 美国的那个 国会的那个 他也是个牧师 我记得他和他的团队跪在马上 那个理工大祷告的时候 就他捡了一些那个 呃 那个翠里 就是放最后他们放的翠里瓦斯的那些壳 带回去化验 如果这些化验有一些 呃 就是说 致癌的东西 或一些 国家不合乎世界呃 标准指标的成分在里边的这样的情况下呢 呃 那么 这就是属于 战争罪了 就是很严重 呃 我 看到他们在网上分享的就是那个制裁的名单 呃 其中 包括 呃 这个CCP所有的呃 呃 官方领导 所有的啊 从上楼下 所有的 嗯 嗯 就是这个是制裁这会儿不是斗着玩的 嗯 然后网上也在看到好多人出来站出来说 嗯 只有上海的一个人上海一个人曾经也是也是做间谍的 他现在人已经到美国移民了 他说他就这些人他都认识 他在像王立强这个年龄说他已经也在做特工了 但他现在是彻底不干了 呃 移民了 那那个 嗯 他说是真的 王立强说的是真的 那现在 看到在网上又是好像上海公安局在辟友说他 他是属于一个照片犯 嗯 不知道以前拍的照片还是找的演员 反正是看着还有点不太像 看着那个照片犯好像挺帅的 然后 其实在网上的这些名字都是属于化名 你想想一般的不会是真名 都是化名 那他们也真是够低智商的哈 就是说要真的想像辟友的话就说 哎 他的他不叫王立强他真名叫这个 你看这他身份上号他的身份上号到的到的 呃 这个让他家人出来澄清 呃 但是都没有就是公安局这个上海公安局来说 把他那个化名说 说了以后 这等于帮这个 其实他这么做吧 呃 不但没屁了油 还坐实了王立强就是真正的间谍 他说的都是真的 呃 而且更呃 呃 更快的推动呃 呃 澳洲政府尽快的给他政治庇护 你知道吗 所以呢 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这么这样子 你想想啥的都那 搞间谍的能有这么低的智商呢 搞公安的不能这么低智商是吧 再一个你看看 如果你现在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 你现在你在网上搜我们信息 中国驻新西兰的使馆啊 你搜 你搜以后吧 他都有网上都有 你就给他写 你说这里有人反共 这里有人呃呃 支持这个反送中 嗯嗯 我知道他的所有信息 你你给他看他根本就不理你的 他不理你的 他不会说啊谁呀那个给我提供信息 怎么他没有人跟你联系 他理都不理你 嗯 这是这是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们自己也并不是拥护自己的政府和领导的 不是他把他现在的位置就当了一份工作 所以呢 这是我知道的新西兰的 别人跟我说了以后我也给他试了一下啊 他也不回他真不回 我喜欢自己去青春世界 他不回的 所以证明呢 他也希望这个国家是乱的 他也希望别人把这个国家搞搞惨了 你知道吗 他并不是他们 你看他们在这个位置哈 等于是八国门一样啊 他们都不爱自己的国家 你想想行了 谁 那那那你还你还说什么呀 对不对 如果真的是有人做对国家不利的事情 你不是及时去举报他吗 或者说及时去制止吗 没有啊 他根本就没有 他不理你的 所以别人好几个人跟我说 我们不是有一个群吗 这个群就是在这的华人 这几个都是说民运人士的群 我我我 我也要求加进去了 我看他们在想说什么 在干什么 结果呢 那个 说了 说了以后吧 我就去实验了一下 还真是他不回呢 还真是不回呢 我不太喜欢道听途说 所以呢 我的确是这个样子 所以 这个我看到冯小刚 冯小刚他在一个视频当中 他说 文化大革命已经来了 已经来了 说 以前的文化大革命 只是逗你 女的说你作风不好 我给你挂一个破鞋 逗你啊 恶心你 现在跟你说 你你还有 以前还有翻身的机会 现在没有翻身的机会 直接也弄死你 你知道吗 直接也弄死你 而且你 要你的钱 还要你的命 所以他 这个冯小刚 应该是在 很有很多人 卖关系 你看他那么 偷税漏税 他都没坐牢 是吧 证明他的关系 是很厉害的 证明他在上层 他有关系 包括这个范冰冰 是不是 要不然偷税那么多 谁都坐船牢底了 是不是 但是他们都没事 没事证明他们有人 他们有人 他们都不会 为自己的人假裁 他能这样说的话 那证明这个事情 就是这样子的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子的 当村友园这种 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时候 为正义说话的时候 他做所有的事情 都不为自己考虑 他只是为这个民族 考虑的时候吧 比如说他不让吃 底沟油 他不让吃转基因 那这些都对 对大家好 这种人都能被 晋升 被 就是被受到不公平 我觉得 我觉得就彻底的完了 彻底的完了 因为他 如果是说 有一点点 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你说他有目的性 我觉得这么多年 除了就是 就像 我觉得除了鲁迅 就是崔永元吧 就这么一个人 在国内 出不来 还在说这个 我当时想他为什么 没有 没有那个 赶紧的把这个 身份办了 赶紧出去呢 他没有 他不离开 你看这个 这个从 从这个 爆料期间 郭文贵整个的团队 他们一直在 关注着 所以说 这个CCP也是说 郭文贵是幕后黑手 和班农 那 用黑手 行为他 我倒觉得 他是一个有功之臣 但是他到现在 没有要任何的功 他为香港的胜利 感到高兴 他很高兴 我看到他 所以呢 我不知道 那些骂他骗子的人啊 我觉得是五毛 是五毛 不是那个 你看王林强 已经说了吗 二十万 这二十万 五毛 跑到那个 网上去骂人 你看 看到吗 我说这个 刘学渣 怎么这么坏 原来就是他们 培养的这么坏 就出来 制造仇恨的 你们有看到吗 你们有看到吗 所以说 不是我 不是我这个人 没有胸怀 对这些孩子 不饮不饮不饶 现在来新兴兰的 这些留学渣 全这样 昨天我去 一个洋人也说 太坏了 他说 百分之百坏 我说 你是说所有中国人吗 他说不是 他说就是二十 二十岁左右 这太坏了 他说 明明给我签了合同 这个这个 说得好好的 写得很清楚 他自己用坏东西 还尝试来给我要钱 还来给我磨 磨磨磨磨 磨不到 我就给我告到法院 结果又输了 你知道吗 他说那个法官说 我真的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你有看到吗 就是这些渣子 出来以后 就这么祸害人 所以最后加上 自己的国家 也做一些事情 也太拿不到台面上去 加上这些渣子 在这祸害 上下一块祸害吧 所以你搞得你 这个 华人 你只要顶着这张脸 你就灰溜溜的 在这生活 所以现在大家都 反应过来 都明白了 所以都恨他们 你知道吗 恨他们 除非是那种 吃大便长大的 渣子 他不知道 没有什么尊严 没有什么 那个这个的 然后呢 稍微有点尊严 有点思维的人 他都会恨他们 你知道吗 你个人祸害成这样 当然恨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那个 全世界的 华侨 团结起来 选一个 这个 公平正义 这个的 总理 都好 对不对 所以是这张选票 是非常有含金量的 我们星期两 我昨天看了一个 报纸 它是中文报纸 这个 就是说 洗黑钱的 哎哟 我又忘了数字 是140亿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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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万亿 我不知道 这么大的一个数量 就是说 成了洗黑钱的天堂了 新西兰成了洗黑钱天堂了 我看那个新闻报道 这种事应该是真的 但是因为我不相信媒体 媒体 西方的媒体谎言更多 谎言更多 他们跪田的时候更恶心 所以呢 那个 就是我就发现 除了这个战地记者是 可信度 因为他在 这个 这个 枪林弹雨 拍的那个 真实的那些镜头 写的那些东西 还可信 这些下面是搞这个 管教育的 管房产的 管医疗的 管什么 真的 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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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人的假新闻更多 记者更没操守 更没操守 所以呢 我刚刚那个 现在我觉得 这个除了一些政治上的 都都都都不想去看他们 愿意看个人的爆料 我最喜欢看大纪元 现在 你知道大纪元 他他没有背书 他讲大纪元 新唐人 大纪元 这个 这个是很好的 现在等于全世界就这么一个 这个这个没有 被渗透 没有给钱 就报假新的 这个每一个媒体 所以那个 间谍的继续发酵 间谍继续发酵 美国继续在抓 FBI最近加班加点的 继续在抓 所以那些 间谍们 可能也 现在在比较恐慌 间谍比较恐慌 小五毛也是 小五毛一般都是学 没文化的乡下人 大部分都是乡下人 所以呢 无论是 跑到海外的五毛 还是在 在墙内的 都是这样 所以他们 你看到他们说话 和他们骂人 那个恶心样 可能也是 没有很好的 健康背景 也没有 很高的学历那种 但是还有一些 五毛还会英文 去学不同国家的语言 可能他们后来 培养的 我觉得 很恶心 很恶心 很令人厌恶 不过 不过他们 一个人碰着几十个 一块举报 他也很快就 覆灭了 也很力量太大了 人家都不给他废话 直接都不相信 他说的话 一看就给骂 脏话 直接就屏蔽他 所以呢 这个 前一个就是 大家担心 川普不签 多虑了 然后就开始评价 他又开始骂他 这个是真的没必要 因为你如果了解 美国的一些 白宫的一些 法律政策的话 根本就不需要担心的 我说过 他会签 毫不犹豫的签 他就等着拿 那个合同订单 那个贸易 贸易的合同 他根本就拿不到 中国也不会签 以后他签的 既然拿不到了 那就看 但是我估计 下一步都要开始加税了 肯定加 肯定加税 加完了税以后 就开始 香港开始收拾他了 冠面堂皇地收拾他 这个 捡了那个 这个翠里瓦斯 那个蛋壳 要是拿回去 一化验的话 有问题的话 那麻烦了 联打带罚 在全世界 因为现在不允许 全世界各地 不允许 进口这些给他 只能自己生产 自己生产 毒性比较大一些 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观看